嗨大家好,我是软眠眠 很久没有跟大家拍视频了 一直在想啊,那我这么久都没有上传 那上传的视频要讲什么呢 想了很久,我觉得可能做一个get ready with me 是最好的,因为我可以一边话 一边跟大家说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加上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刘海已经被我留长了 留个这么长,想要把它继续留下去 但是经常每一次都留刘海 可能到了这个地方就又剪过去 到了这个地方又剪过去 就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给它 再留长一点 好,我们就开始 首先呢,我做了一些妆前的保湿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涂防晒 最近的话呢,发生了挺多的事情 因为我呢,关注我外国的朋友就知道 我呢,其实是已经毕业了的 其实在拍这个视频之前拍了很多的视频 但是就是一直都没有时间去剪辑 所以就一直都没有上传任何的视频 就所以,对啊,可能之后会看到一些 有我,有刘海的视频 其实是要过完呢,其实有点 有点不甘心的,觉得怎么就过完了呢 但反正是过完了,没办法 虽然很想要回到从,就是从前的快乐时光 如果是快乐时光的话 现在其实应该已经在国内happy了 但是现在呢,就是并不是这么一个快乐时光 妆前因为最近皮肤有点干 然后我们这个样子昨天晚上才吓得雪 5月份 所以我还有一个比较保湿的妆前 因为毕业嘛,就会就成了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与我的家人就形成了一个分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上传视频的原因 就是有些时候拍照拍视频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哪怕拍完了,之后一看也还是觉得 看起来就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看着也挺无趣的,就觉得没有拍的那个必要 所以呢就也没有再花时间去剪辑它 就是压力就变得很大 从来都没有就是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原来觉得上学挺辛苦的 压力大也只是来自学习上的压力 并没有说面对社会啊,家庭啊,工作啊这种的压力 都没有经历过 所以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经历 就是毕业之前呢听很多人都说 啊,这不简单不容易 然后尤其从学生过渡到工作其实是非常不一样 然后对学生学生说可能会有点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 在我这里呢,我的痛苦和别人的痛苦不太一样 除了工作,因为身份的问题比较难找 我的想法 看到了我这个脑子毫无逻辑 就是本来呢,我是想着 从我开始读大学吧 我就一直想着毕业就会回国 结果读完大三大四上学习课读完了 我爸说不行,那我要我申请研究生 好,我就先申请了研究生 然后升上了,然后就继续读嘛 结果呢,读到现在 反正就一直都是认为一毕业就会立刻回国 结果,现在就不太一样了 读完这个研究生了以后 对,这个社会有了一定的改观 觉得很多的是商业分析这种专业 那商业分析学的呢,大概呢 就是一些与大数据相关的 就是怎么把很大的一个数据提炼出你想要的东西 把它转换成一个商业的语言 就是怎么样通过数据来看 我未来的路怎么走 我之前的路什么是走错了的 我未来有些什么选择 我的公司能够赢 能够在哪方面赢 然后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专业 然后呢,为期是一年 现在一年是已经读完了的 然后在读研究生的这一年当中 我的心情就发生了很多变化 就觉得我读了一个这么 我个人认为要上酷生的那个专业 就是比我原来的都酷很多 我原来本科读的是这个国际事务跟经济嘛 虽然是,哦,你在听话中学会好厉害啊 但是就是都是那种文科的 就不是那种赚钱的那种专业 所以现在换成了这个专业了以后 我觉得就感觉人生就是一直在往上面走 然后呢,我觉得我的人生竟然已经在往上面走 我在美国又待了那么多年 我从高中就一直过来嘛 我就觉得我待了这么多年了 我不在这工作 不在这赚钱美国钱 好浪费啊 尤其因为我的这个商业分析是STEM这个专业 你如果是这个STEM专业之间 你就可以有三年的这么一个OPT OPT呢,就是属于说 美国允许你以学生的身份留在美国 工作一年或者是三年 就根据你是不是STEM专业的学生来看 如果你是STEM你就有三年 如果你不是STEM你就是一年 那因为我的专业是STEM 所以呢,相比来说就有更多的机会 因为很多很多美国人他在第一年 就是他们没有习惯留在那个 在那个第一个工作待很久 都是一到两年就换了 甚至于一年都不到就会就是跳槽 所以呢,美国的公司 其实他们也会知道就是有人会 很短时间的就去跳槽 然后我就觉得那我留在这里找工作 尤其我也找过国内的工作 就是从一月份开始我就一直断断续续续续的在找工作 然后就发现国内的工作现在非常的难找 因为好像这个贸易战的关系 导致民营企业并不是这么的好过了 疯狂的裁员 然后我还听说有很多明明都说了offer了 都说不好意思你来不了了 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就很可怕 然后呢我就不想要去念了一个这么样子的一个就业环境 所以呢我就觉得在国内找工作也并不是那么好找 而且我申请过了国内的工作 如果我想要做商业分析师的话 他都是要求你要有至少三年到五年的工作经验 那我现在刚刚毕业 然后呢我的人生就一直在做出一个比较凑的选择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根本没有去实习 一个实习都没有 我都对自己都觉得崩溃了 当时因为从高中就出国在外嘛 每一年暑假都是回国 爸妈就希望我如果回国的话就去陪一陪 爷爷奶奶外婆外婆这样 所以呢每一年呢就是回国 然后呢爸爸妈妈我们家又是那种特别特别爱旅游的那种家庭 所以我如果回国他们就更愿意去旅游 然后呢去到国外去旅游 旅游或者是带着我爷奶奶去外地外省旅游这样 所以呢每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都会有个大半个月都在外面 然后这样子就面对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找到一份工作我不可能离职这么久 一般种实习都是要求你待满三个月 至少你要你待满两个月 但是因为我们家是状况情况不太一样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在昆明长大的 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都是在那个昆明附近 但是自从我出国以后我爸妈就搬到了深圳 搬到了深圳以后就说明等于我回国 我要在深圳待一段时间陪我爸妈 然后呢我就要自己回昆明去陪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所以实际对我来说完全就是一个很不实际的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我看完我爸妈我还要回云南去看我的爷爷奶奶 实习根本没有哪个工作会说 哎那你在这干干20天然后你走 然后你走个20天然后你再回来干个20天不可能的 所以呢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一直都没有实习 但是自己没有很坚持要去实习 就觉得也没那么的重要 直到现在找工作才发现天哪太重要了 因为我毫无工作经验就比较在同龄人 在同龄人上面就比较吃亏 下地 我没找到书了吗 什么书 那叫一个书嘛 我只找到你的语文写字本 给我看看 你想看一想看是谁没 然后刚刚呢我把粉上完了也扫了一点在锅子上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压力特别大嘛 然后呢这里气候就是反正就是就因为压力很大 然后睡眠状况很不好 就是想啊或者是压力太大了心情不好 然后就很晚才睡 所以呢就导致逗得疯狂猫 去眼圈 反反复复按这个开始 我觉得我的相机已经开始都很烦了 我现在画的妆呢是一个我平时比较 想说比较经常画的妆吧 但其实只是近期喜欢经常画的妆 因为我经常换 时时常常都在换这个喜欢画的东西 我眼影拍了很多 在我拍了很多 所以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挑选 就是说要刻意的去用一些最近没有太用到的东西 但是今天呢我就画一个我平时也比较 你是谁 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半小时 我眼下刚刚的遮瑕我就抹开了 它其实只是云那么一个颜色 它并不是有很强的这么一个遮瑕的感觉 所以呢我要用这个再这个拍一下 遮瑕霜再抹开看到没有 这样子就会遮得比较好 然后这样子之后呢我们来弄那个 我最喜欢的那个眉笔已经用完了 就是已经是这样子了 这已经是我的 这是我的第二只了 这真的特别好用 先扫一下 扫出大概要想要的一个形状 然后呢下面就是笔住呼吸的时刻 今天面前画眉毛 结果没有画好过 这眉笔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然后我一边画一边再继续跟大家更新我的这么一个近况 最近其实就是一直都是一个在疯狂的找工作的这么一个状态 因为国内的那个工作的前景并不是很好 然后呢我有想要做数据分析师 我的家里人呢又希望我能够去考公务员啊 或者是考老师啊这样子 但是我这个人非常的不擅长考试 哪怕花了时间学习了考出来可能跟罗考也差不了多少 之前考那个GRE也是一样 就是花了时间学习的跟那个罗考的分数差别并不是很大 平时上课学习啊什么都OK 但是面临考试那紧张感一上来 而且我是属于紧张到一定程度的话 比如那个考试或者是那个表演或者是那个什么东西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话 我还很容易会发烧 小的时候就发生过一次就是要上台学钢琴嘛 然后我的老师特别酷 他每个月要搞一次那种钢琴的那种展演一样的 然后呢就把我们准备好的曲子 在台上表演给那些家长和别的同学看 然后有一次震灵就直接崩溃到发烧 发烧发烧得还特别严重 直接无法上台 准备好了都无法上台 好不然说赶快赶快去医院吧去医院吧 没办法就是就是这一点真的就比较的奇怪 然后没办法呢我来秃 因为太多了 我可能只是会轻轻的泛泛的遮一下 然后把大的那几颗遮了别的我也不想管了 不是很适合考试 我就不太想要考就是公务员啊什么的 我觉得我肯定考不起 跟这么就是跟那么几千好人抢一个职位 然后我还不擅长考试 然后毕竟就做这种公务员又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暂时啊暂时还没有想要在二十多岁做一个稳定工作的那种想法 像我身边很多那种富二代啊官二代啊都是留学以后家里面都给安排了一些比较好的比较稳定的工作 要么就是在那种保险公司啊或者就是那种证券公司啊或者是银行啊就上班啊这样 但是对我眼来说呢我觉得太稳当了 这明明才二十岁出头嘛 我觉得还在是一个年轻 然后该拼该闯的 就是可以拼可以闯的这么一个状态 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那我的选择呢就是我想要去试一试 精凸的呢是这个Lunas 我最近特别想用的这个猫眼式的这个眼影盘 但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爸妈不支持我的原因 因为他们更想要稳定的生活 因为他们是做生意的嘛 做生意的话呢就非常的不稳定 我的家境呢又不是说是那种做的大富大贵的那种 我在国内的成绩就是高一的成绩不是很理想 就不是很好 我这人特别特别挑老师 我高一的老师 那个时候老师特别特别的糟糕 是主要那些好学生都要自学的那种老师 然后我就不喜欢我不喜欢这种 讲课没有任何方法 他很聪明我知道他什么都懂我也知道 但他问题就是教的不好 然后本来心里面就不喜欢他 我就更不愿意去听到课 更不愿意去接受他的教学方法 然后我的成绩会更差 就很变态啊变态的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呢我们家本来一开始呢 是让我出国做交换生交换个一年 然后再回去跟着下一届的学生学习的 结果没有想到我出国以后成绩爆好 因为刚刚来的这个时候语言不过关 就是刚来的前两个月成绩就不好 到后面习惯了这个语言了 听惯了这种英文课了 成绩就开始突飞往进 从一开始可能就拿个C 一开始都是拿C 因为听不懂上课的讲什么 拿到后面拿到B 到A 到后面成绩特别好 就是纪点 国内就中文叫做纪点 纪点变得高了以后 我爸就说那看来我还是挺适合在国外学习的 然后他有朋友跟他说 你女儿这么适合留国外 还不如留国外呢 我爸就一听你有道理 所以呢就决定让我留到国外 念书了 就一直到后面考大学 读研究生就这么就过来了 但是现在就面临的问题是 一路呢都 父母也很尊重我的意见 也很尊重我的想法 那我也很尊重他们的想法 因为我其实要说出国 我很早初中就想要出国了 但是当时父母也没有同意我出国 然后高中他们同意我出国了 然后我才出得过 等于我觉得我叛逆期的时候 都没有怎么叛逆 因为我刚开始步入叛逆期 我妈就怀孕了 初一吗 初二吧 然后我妈妈就怀孕了 怀孕了以后你就没办法叛逆了 我连妈妈都见不到 当时我们就有两套房子 一套房子呢是我的学校附近的那套房子 然后我就在那里上学嘛 我就住那套房子 然后妈妈因为要准备怀孕啊什么的 就去了那个大的那个房子 大的房子呢就是在郊区 就离市中心就远了 所以呢我妈可能一到两个星期才会来 看我一次 然后呢就给我找了个保护 注意我的衣食住行这样 然后就时候爷奶奶有空 爷奶奶来管 爷奶奶来管一下我这样 所以我初三就是这么过的 我准备那个叫什么 中考就是这么准备过来的 当时呢就特别逗的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爸特别忙 然后我妈呢就一两个星期 她帮她看我一次 所以我妈呢一个星期看我一两次的时候 就会给我钱 给我生活费 然后呢给我一点 比如说周末想跟朋友出去玩的钱 然后有些时候呢 我爸回来看我 我爸回来看我 他不知道我妈妈给我多少钱 他也会给我钱 初三那一年特别富裕 那个时候钱倒是不多 但是是感觉是特别富裕的 因为家里面妈妈 就是爸爸妈妈 好嘛给我找了保姆嘛 我不用管吃的啊什么的 然后呢保姆做 做了以后保姆就走 想要跟朋友出去吃个什么 就去吃因为没有人管我 然后呢还有钱 然后小的时候那种时候 吃东西就不会像现在吃的这么贵啊 这么好 那个时候可能路边吃个烧烤什么的 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然后就经常跟朋友去在外面吃个烧烤 然后再回家写作业 然后一边看电视一边写作业就很幸福 然后眼妆就完成了 冒一只眼妆 所以呢我就觉得 我从来都是一只挺爸爸妈妈画的那种孩子 但是这一次就真的就不太一样了 这一次真的有一种 我想要 有那种心理的 就是我想要做这个事情 我想要去做数据分析这个事情 我想要在更多的去学习这方面 有一种人生第一次有了一个小目标的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呢我先涂出腮红 腮红呢是这个超美的 就那个深色的 就觉得我很有一个梦想想要实现了 因为之前我的人生大概就是一个比较的没有梦想的这么一个状态 也不是那么的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 好像做那个也可以 做这个也可以的感觉 结果因为我学了这个专业 觉得说 这一行挺有意思的 我有点想要继续做下去 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就涂这边 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了以后呢 就想要跟 家里说我想要争取去做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呢就 就想说我想要完成这个梦想 也不是完成吧 我觉得梦想嘛 可能完成还是可能会有难度 但是我想说至少我想要去试一下 努力一下 因为到现在为止 现在所有的努力也只是基于学习上 就没有说努力干过一个自己 就是努力去实现一个自己的小梦想这样 所以就很想要去尝试一下 但是又遇到了父母不支持的问题 因为他们就希望我做一个那么就是相对更稳定的一份工作 我也能理解 因为他们做生意的肯定就觉得稳定很重要 但是呢就很不开心嘛 爸妈也他们自己也不好过 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说 我好不容易在国外读这么多年书 好不容易能够毕业了 跟家里人团聚的时候 然后我说一句我还想要留在这边 而且是可能会多留几年 就是不是留个半年一年这样 而且很多时候第一年你是不可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这个我知道 所以呢我是想好了 有在这边吃苦 然后呢努力看看能不能在OPT三年之内去做这个商业分析师这么的一个职务 所以最近这就是为什么一直都也没有什么心情做视频 然后呢也不怎么更新微博 最近也没有非常的去在意一些事情 一些什么美妆资讯啊 或者是新品配信啊 或者是穿搭啊什么的都没有去在乎 这导致真的是做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兴趣没有兴趣 但是很庆幸很庆幸的是 我妈带着我弟前一段时间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然后呢我妈一起去了一趟芝加哥去旅游嘛 心情会好就就好了很多 就觉得有了安慰 这样的生命其实真的能够带来非常多的joy 就很开心 虽然跟家人在一起再多了 可能会发生一些口角 但是怎么说呢 现在真的就懂了什么叫做家人 家人就是 哪怕你真的在做一些大方不愿意的事情 太好爽 好吧好吧你试试吧 或者是你说了什么不好的话 两个人产生了口角 过一会儿了 他也不会说了你道歉啊怎样 就原谅你了 不退在你的床 不再跟你在争执这么一个事情 乐发人们也像 然后呢就觉得心情也好很多 反正但是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比较 就是有所好转吧 可是还是处于一个很需要正能量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大家如果有什么之前经历过低谷 然后现在在往走上坡的故事 一定要分享给我 我很想要多看一看这样子的东西 心情会好很多 然后也会觉得说是有希望的啊这样 然后最近的话呢 我跟一帮帮呢是决定要搬家 因为他上学是在纽约上 然后我呢是又觉得 我从来都 抱歉啊 没有伤害大家的意思 就是如果你是加州的 好真的抱歉 我从来都不太喜欢加州那个地方 就很奇怪 很多人都很渴望去加州啊 怎么样 对没错我是会去加州玩 但是我仅限于去加州玩 去见见我的朋友 多的嘛 让我在那住 我觉得我可能真的受不了 我不是很喜欢那些 就加州的附加子弟 实在是太多了 家产万贯 然后穿金带银的那种人 太多太多了 都不是嫉妒 只是觉得看着有点受不了 当然可能跟嫉妒有关系 因为人家就是 比我有钱 比我日子好过 幸福到时候比例 但反正是钱是狗花嘛 超美 像这种小麻 可能你觉得啊 太单调 你可以搞一个搭配 像我就喜欢把深的 涂在里面 然后浅的涂在外面 有个这种过度 我觉得绝合看 我的定装喷雾呢 定装喷雾呢 蓝口的定装喷雾 盖子就不见了 它用这么点 盖子就不见了 我都很佩服我自己 如何做到的 虽然通过定装喷雾 但是我还是要涂这个粉笔 这个没大盘 用了好久了 感觉还没有用完 然后我和硬邦邦呢 就打算是下周 开始搬到纽约去 因为我想要早点到那个地方去找工作 希望有工作机会可以为我开放 做美妆博主 也是我想要做的这么一个职业之一 但是不可能做全职 我觉得我还没有达到说能做全职的那一种 有名程度 所以呢 现阶段 而且现阶段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梦想 就想要做数据分析师 所以呢 我希望能够两个工作都不耽误的情况 这么做下去 我觉得这是我非常期待预见的未来 这些妆容就是我一个非常 最近特别喜欢涂的 这么一个日常的妆容 是我最近特别喜欢涂的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 结赞 拜拜 拜拜